黑北市大安区某件6月发生公安意外 这是一辆灌江车在倒车的时候没有注意后方 结果撞倒了一名正在行走的老妇人 灌江车造势之后浑然不觉 撞击瞬间的画面现在也曝光 透过画面您看到这辆灌江车当时正在倒车 可是旁边居然没有人指挥引导 倒车的风鸣器也没有响起 这时候正走在巷弄间的这名老妇人 完全不知道背后有车子撞了过来 就这样被撞倒撵过惨死 其附近住户陈勤说这一处建案常常发生 重机具进出但是没有人员引导 附近居民经过的时候其实都人心惶惶 而建管处表示了将会依照建筑法来开罚 承造人9万元并且乐临请过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